中美元首在秘鲁首都立马见面了,这是两国现任最高领导人第三次面对面会晤,也是2024年美国大选后首次中美元首会晤,还是拜登总统任上的最后一次,自然成为APAC峰会期间举世瞩目的大事。 但是,怎样看待这场告别会晤,中美关系又如何持久迎新,特朗普胜选了,但2025年1月20日才正式就职,所以拜登还要当两个月的总统,对中美关系来说这两个月至关重要,要知道美国上一届政府,就是在执政末期,加紧对中国甩锅攻击,企图把新政府拖进一个对华强硬的烂摊子。 蓬佩奥在下岗前最后一天上演末日疯狂,强行把种族灭绝的帽子扣到中国新疆头上,如此荒谬的指控,本届美国政府竟然照单全收,遗毒至今未消,历史因见不远,眼下中美关系总体是稳定的,但消极因素还不少,一小撮极端鹰派的冒险冲动也现实存在,越是辛劳交替的敏感时期,中美就越要保持对话沟通的势头。 确保两国关系平稳过渡,元首外交一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指引,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互动,则是宝贵的战略资产。 两国元首谈一次,中美关系就稳一些,2022年巴厘岛会晤后,两国走出了佩洛西窜台导致的关系低谷,2023年旧金山会晤前后,双方恢复和新建了二十多个沟通机制,中美之间的直行大幅增加,五年五万倡议,让美国年轻人大开眼界。 中国大熊猫在美国再次成了顶流,这些都是真实可感的成果,国际社会也期待中美领导人坐下来,谈起来,世界已经够乱了,现在特朗普2.0的灰犀牛又奔袭而来,大家实在折腾不起,更不愿大象打架,小草遭殃。 所以中美之间任何奇稳向好的信号都弥足珍贵,都是在给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。 从领导人个人因素看,两位元首打交道已经十几年,近四年就以三字面对面会晤,六次视频会晤或通话,彼此十分熟悉。 拜登经常公开讲,他与中国领导人在一起的时间,比其他任何国家领导人都多,两人会面时间累计长达数十个小时,还曾一起走过了两万多公里的路,中国人重情上意,讲究有来有往,有始有终,而这最后的线下会晤,则是两位领导人深入交流的一个机会。 当然立马会晤的意义有很多,更重要的还是成前起后,展望未来,拜登时代即将翻篇,中美关系有哪些成败得失,又有什么经验启示,特朗普两时代即将来临,中国将以何种姿态应对,又会提出哪些指导原则,这些都是此次会晤的必答题。 中国人向来重视温故而知心,古人告诫我们,后人哀之而不见之,亦是后人而父哀后人也。 中美建交已经45年,中国也与本届美国政府打了四年交道,美国人总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,但大到质简,国与国交往和人与人相处的道理大抵相通,把对方当伙伴和朋友,关系就能搞好, 把对方当对手和敌人,关系就要出事,基于这个基本判断,中方在立马会晤中总结了七点启示,一是要有正确的战略认知,二是要言必性,行必果,三是要平等相待,四是不能挑战红线,底线,五是要多搞对话和合作,六是要回应人民期待,七是要展现大国担当,立马七点即归纳正面经验, 又总结负面教训,即指明中美关系遭遇波折的病造,又开出发展稳定的药方,即体现执政卫民的立场,又彰显全球治理的作为,只要双方牢记这七点,中美关系就有望摆脱休息底的陷阱的历史宿命,超越新冷战的现实困境,再次书写五月同舟的时代佳话,两个大国打交道,不可能没有竞争和矛盾, 但重要的是双方发展关系的出发点和主观意图,中美关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灵魂拷问,那就是美国能不能做到自己一向标榜的民主和平等,真心接受一个历史、制度、文化,都不同于自己的东方大国发展真心, 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惠,更不应该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掠夺,如果美国真的在乎民主和平等,那就至少要表现出对另一种文明形态起码的尊重, 试着学一点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,不要再用自己的道路镜向中国,用自己的价值审判中国,用自己的错误一断中国,历史告诉我们,中美完全可以求大同,存小益,彼此成就,相互照亮。 21世纪初,我们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势力,反恐合作一度成为中美关系的亮点,2008年我们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,不仅稳定了全球金融体系,也促使两国加强经济政策协调。 2014年到2016年,埃博拉疫情肆虐西非,中美分别持缘西非国家的同时,保持交流合作,中国的援助物资抵达利比里亚时,美国军人还曾帮助卸载运送,这些情景恍如隔世,但都是如假包换的事实,历史也提醒我们,中美完全可能被裹挟,被绑架,恶性竞争,相互消耗。 2019年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、关税战,让两国人民深受其苦,许多数据表明,关税最后还是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买了单。 新冠疫情期间,美国鼓噪中国病毒甩锅推责,阻断了中美抗议合作,对美国本身抗议也造成了反噬。 2023年一个中国的流浪气球,就让美国上下草木皆兵,导致双方交流对话一度停摆。 这些往事不堪回首,却也是犹在耳畔的景中,历史更招视我们,中美关系无论遭遇多少挫折倒退,最终还是要重回正轨。 这既是古老的东方智慧,也是当今时代的大事,人民的呼声。 中国人主张之两用中,推崇中和之道,就是不能搞偏激,走极端,而要通过对话协商,找到最大公约数,实现美人之美,美美与公。 地球就这么大,人类必须同球共济,我们这个星球,也正在从过去的二元灵合向未来的多元立体眼镜。 而这个体,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,亡者不可见,来者有可追,回头看,是为了更好的向前走。 中美关系不必回到过去,但总要迎接未来。 无论美国哪个党执政,谁当总统,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光明磊落,一以贯之。 中方在立马会晤中重申四个没有变,极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,健康,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。 按照相互尊重,和平共处,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。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,更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。 这番话中国领导人不久前刚对沙利文讲过,现在又一字不落说给拜登,以后应该还会告诉更多人, 中国处理中美关系,向来世报最大的希望,尽最大的努力,做最坏的打算。 道理很简单,中国不是为了争议是一起,谋一己之私,骗几张选票,而是对时代担当,对历史负责,为人民造福,做对的事情,千千万万变,而用历史的望远镜审视, 中美两国长久的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存,不是谁的主观愿望,而是一个客观现实,既然是现实,双方就不能把脑袋埋进沙子里, 而必须面对它,接受它,从巴黎岛共识,到旧金山愿景,再到立马启示,无论顺流逆流, 中国一直在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,道走且长,行则将至。 特朗普两时代,人类来到新的十字路口,中美关系也换了新的背景版, 立马七点不只是说给拜登,也是说给未来的特朗普政府, 更是说给世界上所有追求公道正义的人们,希望美方好好体会。